各位老師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能夠代表高大疫苗 來介紹我們公司所開發的 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最新緊張 這是我今天會介紹的大綱 首先一開始我會介紹一下我們的 vaccine design 我們的疫苗是傳統的 subunit vaccine 就是 recombinant protein 所以我們主要有兩個組成 一個是 antigen 另外一個是 adjuven 的部分 接下來我會介紹我們的臨床動物試驗的結果 最後我們會稍微提一下 我們即將開始的 clinical trial 的 phase 1 的計畫 首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抗原 SARS-CoV-2 S2P protein 在介紹我們的抗原S2P之前 先請大家稍微回憶一下新冠病毒的一個結構 新冠肺炎的這個病毒 它主要有四個主要的結構蛋白 分別是 S-protein 然後還有 envelope protein M-protein 還有 nucleocapsi protein 其中 S-protein 主要是負責 receptor binding 跟 membrane fusion 的一個主要的功能 所以它通常也是 host cells 去產生 neutralizing antibody 最主要的一個 target 那如果我們把 S-protein 再把它放大來看 它其實可以再分為 S1 跟 S2 兩個 subunit S1 的部分是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S2 的部分是 membrane binding domain S1 的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它上面的 C-terminal domain 就是上面這個淺藍色的部分 其實就是主要的 receptor binding site 那其他綠色的部分其實是 N-terminal domain 那 S2 的 membrane binding domain 它包含了一些像 fusion peptide 還有 hepatate repeat 還有 transmembrane protein 等等這些 它主要是將來在 membrane fusion 的時候 占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它在這個 S2 的 這整個 S-protein 它有兩個 cleavage side 就是裂解的位點 主要第一個裂解的位點是在 S1 跟 S2 結合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裂解的裂解是在 fusion peptide 的附近 是在 S2 的一個位置 那因為會跟我們 S2P 的這個 design 的原理有關 所以讓我再稍微多介紹一下 這個 virus fusion 的一個 pathway 那可以看到這個圖上方是 藍色的部分是素毒細胞的 membrane 下方這個紅色的部分 它是病毒細胞的 membrane 這個圖出來的這個就是所謂的 S-protein 大家可以看到 S1 的部分就是上面這個呈現 三個花瓣形狀的一個 receptor binding 的位置 那下面的話就是 S2 的 subunit 那在這個細胞跟病毒的 receptor 結合之後呢 其實它 S1 跟 S2 就會很快的被 速毒細胞的 protease 給分解掉 那 S1 它就會進一步的形成為一個 像把沾的一個 intermediate 然後插進去速毒細胞的 membrane 那最後呢會由 S2 的第二個裂解點 把它裂解開來 使得兩邊的一個 membrane 可以靠近 最後形成一個通道 這樣的通道可以使病毒細胞的 nucleus 核酸進到速毒細胞的核酸面 然後造成感染的膚質 那我剛剛有提過 其實 S1 它是所有的 host cell 它主要要產生 neutral binding 的 target 可是它又很快的會被裂解消失 所以呢 NH 的 Dr. Graham 的這個堂貝 他就把這個 S14 的整個 gene sequence 拿來做了一系列的基因工程改造 它所改造的位點主要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在 S1 跟 S2 的部分 它做了一些 gene 序列的 substitution 所以使得 S1 跟 S2 在這樣子的 protease 不會很輕易的把它給裂解開來 那第二個是在 Hap therapy 就是 S2 subunion 其中的一個位點 它做了兩個 proline 的 substitution 這也是為什麼它的名稱叫做 S2P 的由來 第三個部分呢 它是在 transmembrane 的地方 它把 transmembrane 的 protein 拿掉了 可是它加了一個叫 Foden 的結構 那 Foden 的結構 它最主要是使這整個 S-protein 它仍然能夠維持它三朵化 一個 Trimer 的結構 所以正常的一個 S2P Protein 它是包含了三個 S-protein 的 monomer 而形成一個 Trimer 的構造 下方的這一個圖片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彩色的部分 灰色的部分 和白色的部分 所以它分析代表 S-protein 的 monomer 它的組成其實是一個 Trimer 的結構 所以單一個 S 的 subunit 大概是 160 到 220 KD 之間 可是我們的 S2P Protein 它的分子量可以達到 670 KD 這是跟一般傳統的 subunit 的分子量相比 它其實相對來說是達很多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在電顯圖是不是能夠證明說 這個 S2P Protein 它真的是一個維持在一個很穩定的 prefusion 的狀態 那可以看到這個第一張圖跟第三張圖 它都是 Wild Type 的 MERS 跟 SARS 的 電顯下的 S-protein 可以看到它已經有一些 postfusion 的狀態 或是 prefusion 的狀態集結在一起 可是呢 如果是經過基因改造工程的 S2P Protein 它不管是在 MERS 、 SARS 或是後來的 SARS-CoV-2 它都是維持一個很完整的 很 consistent 的三度化半的一個這樣子的 訊狀結構 那除了結構穩定之外呢 它這個 Protein S2P Protein 它跟 ACE2的 binding affinity 也一樣維持得很好 那左邊這一張圖是它 S-protein 跟 ACE2它的一個 binding kinetics 紅色的曲線呢 代表在 Binding Model 裡面 理想狀態中 abinity最好的時候 所計算出來的紅色曲線 那黑色的話是實際測試出來的曲線 結果可以發現它紅色的曲線 其實跟黑色的曲線是幾乎是貼合在一起的 顯示它的 binding affinity非常的好 那右邊的這一張就是電顯圖下面看到的 ACE2 receptor跟S14 binding的樣子 左上角這個小圓圈是ACE2 receptor 右下方的就是我們的S14 可以看到它非常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好那除了它的結構穩定 Affinity Binding的能力維持得很好之外 那其實它的功能上它也是可以比 其它的RBD Protein 產生更好的neutralization type 由這個小鼠試驗可以證明 同樣是以RBD為target Antigen 或是以S protein為target Antigen的小鼠 它在施打完疫苗 以同樣的左劑施打小鼠免疫之後 S protein在打完兩針之後 它就可以誘發比較高的一個中和抗體的效價 可是RBD的疫苗它要打到第三針之後 它才能夠誘發比較明顯的一個中和抗體效價 所以顯示這個S2P的Protein 它的確是構型穩定 然後結合能力好 同時也可以產生比較好的中和抗體效價 好那講完了我們的Antigen的Design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講我們的左劑的部分 我們的左劑有兩種 一個是CPG1018加上Aluminum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組合呢 其實有一部分是像李博士剛剛有提到的 他在過去在SARS在開發SARS的疫苗的時候 有發現使用滅活的全病毒或是使用鋁鹽佐劑的疫苗 去免疫小鼠之後再進行攻毒 那結果發現這些打完疫苗的小鼠 它的背部依然出現了一個免疫的病變 那這些免疫的病變去經過切片之後發現 它其實都是Eosinophil的infiltration 而這樣子的一個Eosinophil的infiltration的現象 被認為是一個TH2的immunopathology 所導致的一個immun response 那另外的就是還有 有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的問題 我想這等一下李博士教授會再有更多的說明 也因此呢 CP在3月份的時候 它的一個會議中的結論中有顯示 但是在疫苗的這個開發呢 它認為應該要避免是會產生以TH2為主導的免疫 細胞免疫反應 那還有要避免產生它會有產生一些non-neutralizing antibodies 所以呢 也就是說這個疫苗的開發 最好是它能夠誘發很強的中和抗體消降 同時它所誘發的細胞免疫反應 應該要以TH1為主 所以我們的左劑用了aluminum hydroxide再加上CPG aluminum hydroxide過去呢 它其實是在很多傳統的一個疫苗所會使用的左劑 包含像A肝疫苗B肝疫苗或是四合一 它所使用的左劑都是以鋁源為主 那它可以誘發很高的中和抗體 但是呢它也被認為它所誘導的細胞免疫 是偏向於TH2的immun response 所以呢我們再加上了另外一種左劑到CPG1018 那CPG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核酸序列 那它是一個 它的這個核酸序列的特征 它是有很多的Cytocin 再接上一個Guanine 就是包密定跟鳥飄零接核在一起的 那包密定跟鳥飄零接核在一起的 一個健檢Full Spur 在一般在脊椎動物的身上 這樣的一個健檢是會有一個假激化的過程 但是呢如果是在非脊椎的生物 像是Virus或是Bacteria 它的健檢通常是沒有去假 沒有假激化的 那所以呢這樣子的一個物質 進入到我們的人體的時候 它就會被我們的免疫細胞 辨識為外來的物 外來的微生物 然後外來的東西 然後會產生的免疫反應 那這樣的免疫反應的一個機制 它其實是透過Tolite Receptor 9 所產生的 Tolite Receptor 9 它通常都是位在一些 Plasma Cytoid Dendritic Cells 或是像B cells裡面等這些免疫細胞 所以它誘發的一些免疫反應 是偏向TH1的T cell的Immune Response 那CPG其實在市面 在現在全球上 有很多正在進行開發中的產品 那我們所選擇的CPG1018呢 它是唯一在2017年的時候 有在美國的FDN拿到藥證 有上市的一個所記 那其實鋁鹽再加上另外一種左記 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 像GSK的AS-04這個左記 它本身就是一個鋁鹽 再加上MPL 這個Tolite Receptor 4的Agonist 那它已經廣泛的是在一些上市的疫苗 比方說像HPV vaccine 或是HPV vaccine 都有使用過 那其他還在臨床試驗階段的 包含其他系列的CPG 也是加上Aluminum Hydroxide 那還有一些像用Tolite Receptor Agonist 或是Interleukin Tove Agonist的 左記合併鋁鹽的使用 那這樣子的好處呢 其實是它可以藉由兩種不同左記 它所誘發的免疫機制 而使這個疫苗 它所誘發的免疫反應更全面更具體 那同時也可以在疫苗開發的過程中 減低抗原的使用量 然後達到更好的免疫的效果 那我剛剛有提到我們的CPG1018這個左記 它其實在2017年 已經搭配了B肝抗原 有一個上市的B肝疫苗 叫HepilySafe 那這個是它HepilySafe上面訪單所呈現的一些它的Safety Data 它的第一個Study是18到55歲的成年人 那這個Study裡面 它在以CPG為左記的B肝疫苗 總共施打了1800多個人 那在以旅言傳統左記為主的B肝疫苗安在時 它打了300多個受試者 那這樣600多個受試者 不好意思 那結果呢在它的安全性資料顯示 不管是Local Reaction 或是Systemic Reaction 它其實兩者的發生比例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尤其是我們剛剛提到了像Fever 不管是CPG左記或是旅言左記 它的發生比率大概都是接在1%到2%之間 這跟剛剛我們所看到的Adenovirus 或是Moderna發燒比率有3、4層上 或是7、8層上的比率 所以來講相對來說是發生比率是很少的 那另外一個Study它是做在中老年人 是做在40歲到70歲的一個族群 那它總共在CPG左記打了將近2000個受試者 那旅言左記打了477個受試者 那也是一樣在Local Reaction的部分 其實他們的比率都差不多 大概是接近2成到3成之間 那Systemic Reaction 比率最高的其實是皮類 那大概是10幾%左右的一個比例 那發燒的部分在這個族群就更少了 都是在小於1%的一個range 那它其實還有第三個大型的Study 是做了5000多個人的Safety Data 那也是跟旅言左記的B肝疫苗相比 那結果也是顯示跟旅言左記的安全性跟耐受性相比 CPG所應的安全性資料其實是差不多的 好那剛剛講了那麼多理論上的東西說 我們的抗原跟左記有多好 我們接下來就來實際看我們preclinical study的結果 好那我們在 我們在我們的Proof of Concept study裡面 我們採用了兩種Neutralization Titer的檢測 第一個是用PEC293的ACE2的Pseulovirus的Cell 去做Pseulovirus的Transfection 那另外一個是實際用Wildetype的去進行它PCID50的Neutralization Titer的AC 那結果可以顯示不管是在Pseulovirus的Neutralization Titer 或是Wildetype的Neutralization Titer CPG再加上Aluminum Hydroxide的這個淺綠色的組合 的BAR圖都可以顯見它所誘發的中和抗體效價是最高的 那大概都是借在2000左右 那我們也有去計算我們所做的這些animal study 它的Wildetype的Neutralization Titer 跟Pseulovirus的Neutralization Titer 它的一個correlation 那結果統計出來發現它的correlation是非常好的 它的R值大概是0.9089之間 那除了誘發很高的中和抗體之外 我們也想知道它所誘發的Tcell的mediated response 是不是偏向於TH1的immune反應 那我們在免疫完的小鼠之後呢 我們去把它的Splenocyc給取出來 然後加上我們的S2V的抗原去刺激一整天 刺激完之後呢 我們去把它的上輕易給取出來 去測它的Cytocine 藉由這些Cytocine的分析去瞭解它到底是偏向TH1的immune反應 或是TH2的immune反應 那Interferium Gamma呢 是大家所熟知它是偏向於TH1的immune response 而IL4還有IL5則是偏向於TH2的immune response 那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在單看Interferium Gamma的時候 它的分泌的Cytocine也是以CPG加Aluminium Hydroxy 所分泌的Interferium Gamma的比率是最高的 那如果把代表TH1的Interferium Gamma 除以代表TH2的IL4或是IL5的比率去看呢 它只要大於1 數值越高 就代表它越是偏向TH1的免疫反應 結果可以看到它的 它也是在CPG加Aluminium Hydroxy的這個組別 它有最大的比率 顯示我們的這個疫苗 它所誘發的Cell Mediated Immune Response 的確是偏向TH1的 好那剛剛李米希博士也有提到一個D614G的variant 那它是在目前 有漸漸一個Predominant的一個variant的strength 所以我們也想知道我們的疫苗 是不是具有這兩種都有cross reaction的效果 所以我們用Pseudovirus去做了D614D 跟D614Gvariant的一個strength的 Neutralization Titer的assay 那結果顯示 不管是D614D或是D614G 它們兩個的中和抗體效價其實是一樣的好 它們Titer都很接近 大概都是介於2000左右 所以顯示我們的這個疫苗 它的確是在D614D跟D614G的strength 都是具有cross reaction的效果 好講完了我們的immunogenesity 的study之後 我們也有做我們動物的安全性的一個 Valmatoxicity的study 那我們總共測試了我們臨床劑量所要使用的5 microgram跟25microgram的S2P protein 那我們測試的鋁炎 我們測試的左計是CPG或是CPG加鋁炎這樣子的組合 總共有測試了7組 那結果顯示這個S2P protein跟鋁炎的阻計的這些組別 並沒有造成小鼠 大鼠的任何systemic adverse event 顯示這個小鼠 這個組別跟這樣子的劑量在大鼠它的耐受性跟安全性是良好 好 那最後我們提一下我們即將要開始的Face 1的clinical trial 補充說明 補充說明 如果說大家有更想知道更多的細節的話 其實我們的result都已經刊登在BioRigs Preprint的這個網站上面 那歡迎有興趣知道細節的人可以上網去download下載 那最後我們再提一下我們的Face 1的study的設計 我們總共要預計要收納45個健康的受試者 那年齡是20歲到小於50歲之間 我們總共有三個treatment arm 分別是5microgram 15microgram 跟25microgram的exprotein 再加上我們的所記CPG跟鋁炎 我們的primary endpoint是要去看這個疫腦的安全性 而secondary endpoint的話 我們會以immunogenesity為主要指標 包含neutralizing antibody titers 還有cellular的immun response 那當然還有包含它在這整個試驗期間的安全性資料 同樣的我們的這個clinical trial 已經註冊在clinicaltrips.gov上面 那關於protocol的一些細節也都有在網站上揭露 所以歡迎大家去下載跟review 謝謝大家